早上新闻,我们来关心这王殿高流的头景 在11点左右,现在发现8台车对农的车盒数过 与主席说,有两台主修客车去A到停在路上 后来又叫后面这8户下面车带动到 就要变成这两款车盒 其中一台主修客车的家事表示说 这楼段是都没有路上,有个这卧角均本看不清澈 但到发现时已经是太晚了 这间冷华车盒是发生在早暗时在1点左右 一台主修客车因为人家来变华车盒 去拨到这形式中山一台修轎车 事故发生后,一台中拨到中央分隔岛转停下 另外一台就停在中山的车盒 因为说这事故的路段没有路上 造成后面有6台车冷华对农 这整个现场可以说是相当的凌争 这起事故发生在昨天晚上的11点半左右 在我们国道1号187公里 也是在我们王田路段的南下 有一部红色的小制客车 它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插撞到行驶在中线车道的白色自小客车 造成白色自小客车的车上的驾驶有受伤 红色自小客车的驾驶也是有受伤 因为它的红色这部自小客车 它在撞击过程中停在车道上 然后后面没有摆设故障标志 遭到陆陆续续来的五部车的追撞 造成这起事故的发生 这起事故总共造成 有6部小制客车 还有一部我们的核心客运 核心客运是因为经过这个事故地铁的时候 再遭到其他车辆撞击的波及 这起事故总共造成有三个人的受伤 有6部小车还有一部大车 这是我们的核心客运车 我们警方也在此呼吁各位驾驶朋友 行经我们高速公路的时候 一定要以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 现场中间七台自小客车和一台游浪车车好 其中两位加速分别因为这个头 也会还会弄到胸上变异 好感觉都这样是轻松 小方警官过到现场的时候 它多亚烦热有大量的胸价 最后是靠近只有两名轻松环价 那这上四条书观音由这国土三对调查当中 从这件事故要造成国土南下转转风比大约几点过程 那这这阵整小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继续新闻我们下边看比较报道